他们认为在海外积极布局的加持以及酱料出货量持续成长之下 预估硕河第四季的合并营收有机会上看15亿元 法人乐观表示这个后试试看好硕河全年EPS 有机会挑战6块钱 而且预估明年在持续扩大正营江市场的占有率之下 营收可以出现倍增的效果